这个软皮绿豆饼太好吃了 加了有面粉就可以做 真材食料特别健康 这次浸泡了一个晚上的绿豆 倒入高压锅里 加入没过绿豆的清水 把它压熟 煮熟的绿豆非常的软烂 用铲子搅碎 然后放到不沾锅里 加入70克的白糖和玉米油 中小火不停地翻拌 把多余的水分焯出来 像这样炒到爆团 不沾铲子不沾锅就可以了 凉凉之后搓成长条 切成均匀的小块 大概有30克左右 然后团成圆形 盖上保鲜膜防止封盖 接下来来做饼皮 300克面粉 加3克酵母2克泡达粉搅拌均匀 再加入15克的白糖 120克的清水 搅成面絮状 倒入70克的玉米油 揉成光滑的面团 密封松弛15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 先把它穿成长条 切成20克左右的小面筋 把面筋整理成圆形 按扁 把边缘捏得薄一些 放上绿豆馅 用虎骨收拢的方式 把骨封盐时 再滚着圆形 用锁按扁 这样一个小饼的生焙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放到烤盘里 上下火170度烤18分钟 饼皮软软的 里面沙沙打绿豆馅 骨干细腻又绵软 吃起来清凉结束 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